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去给大家带来至高杰作第六天第五场的比赛 这一场大家可以欣赏一个战斗机械师 我们看一下战斗机械师,战斗民族的机械师是如何来遛鬼的 开局找到了一个咒术,这个地方不太好架丝 蜘蛛对于这种点位呢,其实蛮讨厌的 还不如去双十一里面,我还能够架个丝 然后凭借着一个反复的拉扯来开一刀 这个点位蛛丝比较难步,你一步它可能一个加速就转另外一个点了 你在这边投资的一个蛛丝就浪费了 看一下两层蛛丝,但你这边不能反复吃这个蛛丝 你得两年,这个地方两年很难连上 很难连上,这里咒术丝搞你心态 好,这边再一番没心情了 算了,交了两层蛛丝,然后想想它再去双十一 我还要再投资很多蛛丝 然后跟它的蛛丝又越来越多,选择放弃 这个放弃呢,还不错,还不错 因为马上他就能遇到一个他心爱的角色,或者他心仪的角色 这个机械师 看见眼睛都发光了,哇,机械师 这里还很好架丝 注意,这应该是卡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卡了一下 好,这边来,直接请你吃块板子,战斗机械师的表演请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机械师还是非常秀的 这边一个反板加速往前一拉 怎么说,这个点位其实不两层丝 这个机械师是必吃一刀的 感觉这个机械师下板子非常的稳 非常的稳 你来,我在板子等你,你抽到,你继续 你再抽好,你抽完以后我下板 你踩板,我再往前走 我再跟你来,拉开 这里感觉刚才如果能架个4 他可能没有4 刚才架个4应该能开一刀 要再吃一块板 这机械师还,对不对 操作一下自己的娃娃 这不给蜘蛛活路了 这蜘蛛刚一架4发现这机械师已经转点了 就去下一个板去 这里绕一下 好,板子下掉 两层蛛丝应该开一刀 机械师也很稳 我不贪 我不翻 不给你任何打这事的机会 再抽一刀,又不下板 再抽,哇,终于 我们只能用终于这个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外面已经三台电机点亮 而且机械师的娃娃也在外面 也就是说外面能亮到4台 还差最后一台 这边优兵或者是空军来救一个人 薄命20秒一拖,电机压好 再救一波,基本上这局就结束了 一个机械师拖了这么久 那真的是没办法 而且娃娃还在外面的这种开局 还跟咒术师玩了很久 一个极大的劣势 但是这一把并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选这一把 大家可以看到屠夫还是有一定机会的 特别像蜘蛛这种 打一刀,好 就下来这边补一枪 那么这一枪就要完以后 基本上已经从我们上级视角来看 已经宣告机械师 不是,屠夫已经没机会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没有 机械师首先 它的一个走位是往小房那边走了 小房那边有一台电机 这个就是并不是说机械师有什么问题 他们毕竟不是死人黑 这种点位就是自己的这种点位 只能是往我哪边能溜 我哪边能走 我哪边能拖更多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他刚才不要往这地方来 不去地压室 那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边屠夫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挂在外面 手电机一个能挂在地压室 然后打落地刀 因为机械师上挂飞对吧 我落地刀把你秒了 我切个传送 我还能再留一个保个平局 这种大猎局 对于土豁来说 能保个平局 真的已经很开心了 不奢求什么更多的翻盘点 打一刀落地 好来看吐一口 没吐之后 差一点点 这口蛛丝如果省一省的话 还真不好说 再救下来 那么用别人帮忙扛一枪 这里是死罪这个机械 机械上挂飞 吐一口吐重的是傭兵 电机直接亮 这电机亮的 我觉得有点问题 为什么电机直接亮 你至少等这两个人拉开 这边好像这电机亮点 也是有一点机会 那么这个机械师上挂飞 傭兵在脸上 对吧 挂死以后找这个傭兵 来看那边还敢开门 蜘蛛这边过去 怎么说 感觉刚才真的过去 把人打一刀 会不会有机会 这边是跑了 屠夫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求稳 毕竟我后面还有个傭兵 我把傭兵留下也行 而且我有传送 他交户币贴近门了 我传送过去 也能把他留下 战斗机械师心里苦 我哪知道这边有地下室 我哪知道这边有遗产机 这个就是毕竟不是四黑 四黑呢 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但是这一局还是让屠夫抓到了一些机会 这边两层蛛丝 吐一口 三层蛛丝 再架四层 五层 而有飞快一刀 完成一个翻盘 这局很精彩 机械师首先溜的很精彩 然后屠夫这个翻盘 那也是让大家看到了 就是路人局当中屠夫也是不要放弃 都是有机会的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